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政府一案罕见的英沟里翻船 内政部所提成的延长国安法五年的动议 今天在国会记名投票环节 以84票对86票两票之差闯关失败 根据投票结果当时缺席人数达到50人 部分部长和后座议员因为在记名投票环节迟到而无法投票 当中包括卫生部部长凯里 通讯部部长安努亚姆沙等人 政府动议闯关失败 在业党议员立刻高呼 人民万岁 陆昭福等在业党议员随后在国会召开记者会表示 政府动议延长国安法失败并不代表在业党违反之前所签署的朝野备忘录 因为这个动议不在备忘录之内 另外针对修改宪法以便落实反跳槽法案的课题 陆昭福也透露 手下伊斯曼莎比里今天和西蒙开会后承诺 政府将会在来临的摘节月期间召开特别国会会议 以便辩论和通过反跳槽法案 林冠英卸下行动党秘书长后转当党主席 不过如佛行动党周伟乌成豪却认为林冠英有案件在身 应该卸下党主席的职位以免拖累行动党 吴成豪在面子书发出至行动党领袖和党员的公开信 要求林冠英等待法庭证明他清白后才恢复职位 他也公开要求党资政林吉祥 劝告林冠英交出党主席职位 吴成豪写道 我认为这对党和党主席个人是一件好事 尤其我党不能以巫统领袖的行事准则为标准 而必须以世界级政党的准则为标准 我感到难过 我必须开诚布公和谦公地表明我的立场 党主席个人必须面对官司 而不是拖着整个党来面对官司 这才是世界级领袖应该有的做法 吴成豪认为行动党本身和党主席 必须采取和世界级政党和领袖相同的做法 暂时辞职党主席一直以个人身份面对官司 这将让党的公信力得以保存 吴成豪也点出 新任党树立主席戈冰心是林冠英的辩护律师 已经出现利益冲突 也不符合行动党清廉理政的立场 相反的 他主张戈冰心应该辞去林冠英代表律师的身份 并在林冠英辞职后接任党主席的职位 潘建伟在行动党党选中意外落榜 没能进入中委 但是新任秘书长陆兆福形容 潘建伟是行动党非常重要的资产 他希望潘建伟继续协助行动党和他 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 尤其是第15届全国大选 陆兆福今天凌晨在面子书发帖表示 潘建伟为行动党奉献了15年 是行动党非常重要的资产 而行动党依然需要潘建伟的服务和贡献 陆兆福在提文中赞赏潘建伟揭发一马公司案的努力 以及协助西蒙在第14届大选中胜出 他也说潘建伟也是非常投入和有责任感的领袖 愿意承担艰难的任务 例如率领落石沙拉月之梦和沙巴之梦的计划 陆兆福也说他理解潘建伟的失落 仿佛贡献不受党代表珍惜 但陆招夫写道 无论如何这些就是苦乐参半的政治现实 我们的努力并不是一直都会有所回报或受到赞赏 他希望潘建伟以开阔的胸怀接受结果 国会下院议长阿兹哈早前要求纳吉解释 政府没有利用公帕偿还一马公司债务的言论 今天潘建伟揭露了纳吉的解释内容 并批评纳吉试图误导议长 潘建伟揭露纳吉通过书信告知议长 一马公司出售旗下的资产如Edra Energy和敦拉萨国经贸易中心TRX 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偿还了贷款本金 但是潘建伟指出 记录显示财政部和财长机构在2017年和2018年 分别偿还了64亿7000万令吉和16亿5000万令吉的一马公司债务 潘建伟还揭露纳吉告诉议长说 自己3月2号的言论只是针对西蒙成立政府 也就是2018年5月之后的时期 不过潘建伟反驳 纳吉的解释是事后的想法 没有人会在阅读了纳吉3月2号的发言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潘建伟还批评 纳吉发表这个言论至今已经三个星期 但纳吉却不曾在国会解释 纠正自己的说法 甚至意图误导议长 以至最佳一等 潘建伟早前认为 纳吉的言论误导国会 应该交由国会特权委员会处置 但是议长回应 要研究纳吉的解释后 才判断纳吉是否误导国会 拉斐斯宣布竞选公正党属理主席后 消息人士向当今大马透露 他正在筹组竞选团队菜单 而这份菜单包含了多名党内高层 消息人士说 拉斐斯的团队中有四名副主席人选 分别是努鲁伊莎 郑利康 聂纳兹米和马尼瓦南 另外副理组主席和属理主席人选 分别是公正党雪州副理组主席 罗兹亚和商议员法利纳 清联团团长和副团长人选 则分别是 宾城公信团团长法米在诺 和万劳卓议员蔡伟杰 消息人士也告诉当今大马 拉斐斯将会在近期内 公布团队的完整名单 而这一次他们会有新的竞选主题 拉斐斯认为 西蒙过去两三年 无法针对十下热门课题和选民连接 甚至将这个战场拱手让给纳吉 因此西蒙的当务之急是要从纳吉手中 拿回舆论主导权 拉斐斯早前接受当今大马和KiniTV专访时说 纳吉受欢迎其实是一个假象 因为根据他持续调查关于纳吉的数据发现 相信纳吉有罪的人高达80% 包括巫统党员 只有3%的人支持纳吉在当首相 这比现任首相伊斯麦沙比里的支持率还要低得多 但是拉斐斯点出 西蒙过去两三年所失去的 适合选民日常交流的能力 更糟糕的是 这个能力被纳吉聘用的公关团队棋节 但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持续调查关于社交媒体 因为他持续调查关于民族的方式 拉斐斯建议西蒙可以从就业和低薪的课题着手 重新赢回选民的心 他说人们受到生活成本提高 通货膨胀之苦 也充分了解这些困境是薪水太低所导致的 而西蒙既然曾经执政 就应该拿出解决方案 他说如果我们的答案还是过去10年的那些陈枪烂调 人们会觉得你曾经执政 但是什么都没有做到 更多关于拉斐斯的专访内容 进行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或收看KiniTV中文频道的相关视频 拉斐斯也认为 西蒙为民发生的形象已经变得模糊 导致曾经投票给西蒙的中间选民 在柔佛周选期间转向国阵 他想要西蒙必须放弃高傲的姿态 谦卑地向选民解释选择西蒙的种种理由 而且要说话算话 下查题在国会批评政府 将重开边境的日期 从3月1号展延到柔佛周选之后的4月1号 导致几十万名柔佛选民 无法回国投票 西蒙因此质问 政府是基于什么科学依据 而展延开放边境 对此隶属土著团结党的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罗阿兹米就不点名的批评 国阵制造柔佛周选 政府才决定展延开放边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